現在大家來看一下就是 OneNote裡面怎麼做教材 我先問一下各位好了 以前不知道各位 醫院裡面或學校裡面有沒有推廣過要做數位教材 您都用什麼方式做數位教材 重點是這個 以前有一段時間在推廣的時候 會有一個大家應該會有印象 都要你把教材做成網頁 有沒有 所以你不是有一段時間都在做網頁嗎 那你不覺得有點奇怪嗎 我Office變成網頁之後 格式會跑掉嗎 那你就很痛苦 明明我Office就有了 可是我還要轉成為了方便大家所謂的數位教材 要能夠在網路上看 所以你就必須再去學習網頁製作 沒錯 所以你看我真正的工作是跟網頁有關係的 對啊 但是這樣做成網頁其實你要調整的地方很多 而且常常會格式跑掉 可是你有沒有一個疑問 我又不是要做網頁 我只是要做教材 為什麼一定要學網頁 明明你數位化就好了 Office檔案也是啊 你也可以看我也可以看啊 為什麼這樣不能算是數位教材 一定要做成網頁才叫數位教材 好像不是吧 所以OneNote呢 它跟這個我們的Google的雲端硬碟有做整合 所以你只要雲端硬碟上能看到的 它都是可以直接顯示出來 因為我們最怕那一種 附件某某某某 我的PowerPoint 點下載 然後自己電腦再打開 萬一你電腦 比如說Office版本不一樣 或甚至沒有Office有沒有 現在因為我想Office越來越貴嘛 所以有些醫院或者是有些機關 像現在公家機關都會要求用什麼 就是Open Source的 比如說LibreOffice 就是要有那種格式啊 不要說只有讀會微軟這一家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用OneNote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說這個部分呢 我先從這邊來 我先給您看一下這一邊的 其實呢 一般比較標準的做法 我們在OneNote裡面啊 您看到我們剛剛一進來跟各位分享 發現是什麼 是不是公開的 對不對 那群組跟課程指的就是 你有加入的或是你自己建立的 有加入或是你自己建立的 就在這邊 比如說像我剛剛 我另外一個訪客帳號 是不是已經有把我們今天延期的這個群組加入了 所以下次他不用從發現這邊找 直接到哪裡 到群組這邊來找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你看我從另外這一邊進來看一下 你看喔 我按一下這裡群組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有加入了 是不是就在這裡了 那課程也是一樣 因為我現在沒有任何課程 所以這裡就空空的 我就不需要從這邊再去找 因為我們那個 會隨著時間被擠到後面去嘛 你可能就不見得都排在第一名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群組 我順便提一下 群組 剛剛不是說有那種給代碼的方式嗎 有沒有 所以剛剛不是有人在問說 你這樣代碼 是不是要先跟同學先講一下 要啊 要先講一下 那講完了之後 同學怎麼進來 從這邊 他只要進到群組 進到群組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加入 我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有沒有加入 按下去之後把代碼打進去 就進到你的課程裡面去了 這樣了解齁 就是說如果他不是公開的 當然就不能從發現那邊找到 所以我按一下加入 有沒有一個代碼 群組代碼打進去就好了 課程也是一樣的概念 課程也有分公開跟不公開 分公開跟不公開 所以如果一樣 課程產生代碼之後 他就打課程代碼進去 就可以只單純看教材也OK 也OK 那這是第一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回到課程這邊來 課程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現在都沒有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個新的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用匯入的 比如說那個朋友跟我比較好 我跟他比較好 我的課程匯出來 然後呢交給他 他再匯進去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先看一下從這邊建立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就會用建立的 比如說我們這個 好建立一下 那建立好了之後呢 是這樣空空的 空空的 那我先給你看一下我的 已經比較多內容的 你看這邊 我的課程現在有50個 課程就等於我們講的教材 教材的部分 所以我不見得有上這麼多的內容 有些是我有興趣的 我也會整理起來 好像比如說剛剛我們有上 有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些嘗試題啊 醫學嘗試啊 電腦嘗試啊 欸我弄起來 我可以在我課堂裡面穿插進去啊 因為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都講 專業的東西 也會睡著 所以還是要插花一下 插花一下 所以我會有很多 那我都整理好了之後 我在群組那邊可以引用 那麼你看一下 比如說免費軟體來講的話 我把它打開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我的最愛啊 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的最愛有在整理嗎 你知道你已經後宮加力三千 但是後面還在不在不知道 你沒有發現你上網看網頁找資料的時候 我常常是啊這個不錯加入我的最愛 就從此 把人家乒乓在裡面 從來都沒有回去看過他 對不對 你的最愛有管你嗎 有的人會做分類嘛 但是即使分類 有些已經都跑掉了 網頁不見了 你會不會去理他 不會 想說反正 加力三千 沒有他 就問Google 所以到最後面 我的最愛很少在用 因為每次都問Google 有遇到這個問題對不對 那OneNote呢 其實 整理方法類似 因為你看我們課程 新增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他這裡有一個叫新增主題 主題就有點像分類資料夾的概念 你就是說我今天這個課程 好這是像我這邊有跟螢幕錄有關的 跟影像處理有關的 我就把它先建好 也就是一個課程至少最少最少要有一個主題 不能放在根目錄下 這樣了解嗎 放根目錄下資料會亂掉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分類 就是這個主題 這樣有清楚了 好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新增一個 比如說這是 嘗試好了 嘗試題 我就按儲存 然後這邊 新聞 好了 儲存 這樣是不是就有兩個主題了 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順序 在這邊你可以像這樣按著 有沒有調整順序 好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我現在有了兩個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它先 看你要不要先發布都沒有 但反正現在沒有東西 好沒有東西 那你看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叫新增單元 就是在這個主題 這個資料夾之下 有哪些類型 那我從這邊新增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 有玩過哪些題 影片題 練習題 投票題 塗鴉題 因為呢 教材 跟測驗 基本上是 一樣的 好他就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 在這邊 我們最常見的 現在有幾種 教材的類型 第一個 影片 對不對 影片現在因為網路上 知道太多了 所以 有時候因為用影片 比較好呈現一件事情 的那個原貌 就是 完整的講述啦 用文字 因為現在人比較不喜歡看文字 所以用影片有時候也比較方便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 有沒有很多你的檔案是來自網頁上的 比如新聞事件 對不對 我就可以這樣加進來 那我先從這邊來看 平常各位如果你是影片的話 假設你要納入你的教材 或收藏起來 你會怎麼做 比如說我到YouTube 這個 你看到一段影片 我覺得不錯 你大部分的做法是怎麼樣 我看一下這裡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看哪一個 好吧 假設這一個 蜘蛛人 假設這一段 這個影片你覺得OK 那你想要的話 你會怎麼做 最單純的加到我的罪愛而已 對不對 但是比較好一點的 他會說 我標題是不是也要扣一下 標題的這個內容 是不是也要稍微扣一下 然後網址稍微扣一下 對不對 對尤其是你要整理當作教材用 比如說放在簡報裡面的 是不是這個都要整理 那再更好一點的 他會把下面 因為有些人會有 把這個說明 是會寫得比較清楚 你是不是也可以加進去 那還有一種是 他以防萬一的 就是萬一網路不順暢的 他會把影片是不是下載下 也有那一種嘛 那請問OneNote要怎麼做 OneNote就是你告訴他的網址就好 就這麼簡單 來 你看一下在這裡 我回到這邊 好 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影片 在這裡 好 就按一下 我有一個教材是影片 然後呢 你只要告訴他你的網址在哪裡 貼上去 有沒有不小心 單元名稱就出來了 有沒有不小心 單元說明就進來了 這樣夠不小心了嗎 所以 那比小心 這樣有簡單吧 好 那第二個呢 你看一下在這裡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要的影片 並不是全部都要 要什麼 比如說我這段影片 假設一個節目好了 假設20分鐘到30分鐘 可是我們希望 User進來看的時候 是 啊 第15分鐘的時候 開始看到 第幾 那才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你就可以在這邊 告訴他 你進來的時候從第幾分 第幾秒 播到第幾分 第幾秒就好 他就不用在自己怎麼樣 啊 你告訴他 這段影片請從第5分鐘開始 開始 每個人的動作不一致 有的人就會跑到第4分鐘去 有的人就會握頭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 在這邊指定 待會你從第30秒開始播 他一進去就從這邊播 但是不代表他不能捲回去 他只是其實點從第30秒 一進這個教材在看的時候 從30秒開始播 這樣是比較人心一點 對不對 那更人心一點的 你要考試就在這裡考 考試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題目 題目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 新增題目 你就告訴他 好 這是第一個題目 你的選項是什麼 1 2 我放大一點 這樣各位比較看得清楚 3 那你的影片 這個題目 要從影片的第幾分 第幾秒的時候出現 這樣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先玩過那個再看這個 是不是就知道了 當然你要告訴人家 你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這樣了解嗎 可是可以是複選喔 不是只能單選喔 因為有時候也許是第一個 跟第二個都對嘛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勾 勾 第二題第三題 是不是就可以繼續 直升進去 這樣還好玩嗎 這樣準備教材 是比較輕鬆 當然他的最大問題 就是萬一這個影片不在了 當然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說你這是真的很重要的 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內容的話 你也可以真的就是把它保存下來 把影片保存下來 放在你的雲端硬碟上也可以 只是他就沒有這種 就是出題目的功能 因為這個是YouTube 他其實應該說 OneNote支援兩種影音平台 另外一個Vimeo 在台灣比較少人用 但是國外比較多 台灣人還是以YouTube為主 所以如果好了 我們再看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完成指標 也就是說我希望同學如果 不管有沒有題目 這一段影片的教材 你要看通過百分之多少 才算過關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一個 兩個Golder跟一個人在考的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我把它儲存起來 來 所以你看他連縮圖是不是都把你準備好了 這樣夠貼心吧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 這樣還不是最快的 這樣還不夠快耶 還有更快的方法 還有更快的方法 那這個 是針對單一個影片對不對 你有沒有遇過有播放清單的 YouTube有沒有遇過有播放清單 大部分都是你在聽音樂的時候 比較早播放清單嘛 因為就 難言病 就直接放在這裡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遇到的是播放清單型的 怎麼辦呢 這邊我不知道哪裡有 來看一下我自己的 好 現在找到我的 假設這個是 你要加入的播放清單 我就把那個播放清單的網址 Copy起來就好了 因為裡面多少個沒有關係 我回到這邊來 你看喔 新增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 我這次是點這裡喔 比較不一樣 位置不一樣 剛剛新增單也是單一個而已 這邊 這裡呢 有清單的那個類別 我就可以從這邊 把YouTube清單的網址告訴他就好了 放進來 有沒有全部進來了 你自己從裡面去挑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哪一個是你要哪一個是你不要的啊 還是你覺得剛剛那種 手工的比較好 因為現在大家比較講究天然 所以手工的 純天然 不污染 只是比較廢工 有沒有快一點 好那你要預覽 我就把它全部勾起來 不好意思 不小心都加完了 所以如果你是影音教材 不好意思喔 很快耶 只怕你找不到而已啊 我講找不到是什麼 就是你找不到好的教材 對不對 如果你找得到的話 其實就OK啊 就很快就加進來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 針對影片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 那 如果不是影片的部分 我先收起來 不是影片還有什麼東西 網頁對不對 比如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假設 你要這一篇文章 有沒有 這篇文章 你就把它 複製起來 網址就好了 一樣的 從新聞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叫網頁 我就從這邊進來 一樣把你新聞網址複製進來就好了 有沒有不小心 標題就把你摳進來了 還是你覺得手工好一點 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反正也是練習運動一下 有沒有容易 那如果 因為有些網頁 它是不屬於 就是不能讓人家 放在那個框架裡面的 它就會出現這樣 就是把有一個連結 那如果有些網頁可以出現在 框架裡面的 就是在這邊可以看到預覽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 這樣子 就把它儲存起來 那因為它不是影片題 所以這邊就比較單純 就是 這個教材 就是說你要看多久 你就自己指定 比如說看2分鐘 3分鐘 5分鐘 類似像這樣 這是它的所謂的過關條件 好 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就有個進來 那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OneNote最大好處是 就是它跟雲端硬碟做成的 就Google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有把檔案傳到雲端硬碟上的 其實你可以從這裡 一樣是網頁 可是呢 找的位置 找哪裡 有沒有覺得這個圖 看起來有點熟悉 這是哪裡 是不是雲端硬碟 對 對 所以你就從這邊 去設定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訪客 那你第一次的時候呢 因為 沒有做它的連結設定 有沒有 所以它會要求你先做一個 綁定的動作 綁定你的那個 Google的帳號 這樣它 才有辦法直接去做設定 現在我已經設定好 我的跟Google帳號 綁在一起了對不對 你看 我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去選擇 有沒有不小心有看到 我們剛剛上傳的作業檔案 有嗎 那你可以從這邊先 找看看類型 這裡 如果你是Word 或者是PowerPoint 可以從這邊 當然如果你沒先傳上去 也可以按這裡上傳 直接從這邊傳上去 也可以 當然我比較不鼓勵這種方法 因為這樣傳上去放在哪裡 更目錄下 久了也會亂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稍微整理一下比較好 那圖片題啦 影片題啦 然後呢這些 只要是Google文件 Office文件都可以 你看這裡 我有沒有一個Word檔案 對不對 那我們先試試看 因為大家 Word檔案應該也蠻多的 你選好之後 標題有沒有自動進來 就是檔案名稱 下面有沒有預覽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了 所以你的數位教授還不會做嗎 會啊 你最後就是Office 從小學到大 不是嗎 Office為什麼不能做數位教授 可以了 一樣是可以拿來看人的 好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存起來 那其他的都是雷同 我在這邊再加一個 來 一樣點進來 比如說我們找影片的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的影片 你怕那個放到YouTuber上會遺失 或者是說你不想那麼公開 也就是說這個影片我不希望就是 像傳到YouTuber那麼公開的 你可以放在自己雲端音碟上 那這個影片放進來 有沒有不小心有預覽 一樣可以看 只是他就沒有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那個 YouTuber那些功能 你要從第幾分第幾秒開始看 然後你要做題目 那個就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是屬於YouTuber上才有的功能 會像這樣 這個是像這種 那如果是PPT啦 那些都一樣 所以我從這邊簡報 隨便找一個 好這裡 這是Google簡報 有沒有這樣就直接進來了 雖然現在比較慢 那甚至呢 如果你是什麼PPT的 下面這個就是沒有轉成那個的 基本法律概念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 好選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即使你是Office檔案也都可以 就像這樣就OK了 那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這個課程 假設都已經做好 或者有做修正了 右上角這邊有一個叫發布 要按一下 表示說我這個教材我OK了 因為如果你沒有發布 外面會看不到 表示你還在炒稿中 還在炒稿中 那所以你有更新 或者是有那個 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是訪客帳號 所以能夠做的事情就比較少 能夠做的事情比較少 會是像這樣子 OK嗎 那 這樣子一個課程 簡單結束之後 我待會兒demo一下 就是 如果你在群組裡面 我要引用這些教材 說我可以怎麼做 好吧 給大家稍微簡單看一下 謝謝大家